度假要穿颜色鲜艳的露背长裙 经典的度假穿搭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胡彦斌以董事长身份 被胡畔大学录取 让人刷新了对胡彦斌的以往的认识 这是一个被低估了的歌手 胡畔大学由马云担任校长 昨天公布的录取学生名单已经是第五期 2019胡畔大学五期学员名单 一直以来 大家对于胡彦斌的认识 是一个歌手 一个创作演唱 俱佳的音乐才子 此前甚至还因为 与郑爽的男友朋友关系 花编新闻众多 但此次胡畔大学五期名单公布以后 让大家对他 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 胡董事长 但这位胡董表示 董事长的称呼太陌生了 还是胡老师显得亲戚 以后大家打算怎么叫他呢 董事长 歌手 音乐才子 名单显示 胡彦斌 为纽班文化董事长 该公司 是以技术和产品为核心 通过移动产品来服务声乐 契乐教学 各个方面 其音乐教育类 APP产品 牛班 Nubund可以帮助 业余音乐爱好者学习 录制 甚至组件 属于自己的乐队 胡彦斌不是第一个 被胡畔大学录取的学员 此前还有多为明星学员 在胡畔大学 进行跨界学习 胡畔大学的学制 为永部毕业 前三年为集中学习 五七学员 是从1400余名 报名的企业家里 进行挑选 88名候选人 进入集体面试 最后只有41个名额 不得不说也是 非常残酷的呀 胡彦斌能突出重围 最后进入五七学员 最终名单 实力定是不凡 接下来 期待更好的胡彦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